挑战金喷子 磁条非常强大那种 静止弹头 本来就号称众生平等了 这下怕是要彻底平等啊 该拿还是要拿的 万一爆金的呢对吧 想多了也没事 又不是第一次了 进辐射区的话需要小心了 特别这个入口 你听 脚步 被我发现了吧 看你还怎么藏 难道在那边吗 怎么回事 哪里不对 人呢 我知道了 原来在那 上你完了 我一个喷子我能怕他 哎 溜了 现在我威慑力都这么大了吗 光凭气势就能吓走他 但我也只能选这边的入口 我怕他溜我 不过等等 不对 谁呀 哪打的 什么枪啊 连动静都没有 这么诡异吗 思路不通 我换另一边总行了吧 所以最后还是走这边了 要时刻做好被溜的准备 进个辐射区真难 听见了 真有人在溜着 不是吧 后面也来 现在是什么思念 前后夹接 忍不了一点 再等下去逼死无疑 上吧 赶紧走 人来了 别追我 小心被我反杀 那边可以暂时交给他 等我加完血 连本带力拿回来 好 满血复活 在这边 你已经错过最佳机会了 安详的去吧 拿来吧你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原来是编卖户吗 没装备吗 这才多大一会儿呀 超到这么多蓝图了 全都为我最佳一 你看 黑门开了 吃枪声 好机会 这种情况 岂能错过 现在就敢开黑卡 胆子够肥的 还能汇水摸鱼 那我不着急过去了 掐个雷 这波必然是我 敲到最后 嘎嘣翠 一箭双雕 真刺激啊 看看钓啥 好家伙 这个人太惨了 就差个头没钓 我已经爆满了 另一个人也没少钓 可惜他实力不允许 装备很差 但是边卖物肥呀 在我看来这样更好 甚至还给我留了两个箱子 好人一生平安 不过很可惜都不肥 那我还能有啥办法 这都已经装不下了 貌似不走都不行了 但我还想再看看 估值才三百万 还想再看看 能不能再多点 哎 看见了 他也看见我了 那没办法 我不得不上没空 轻松拿下 这下差不多了吧 果然又是一个红光 边卖物再肥点 六级头 本就装不下的背包 更加雪上加霜 这家伙很肥呀 捡到宝了 可以撤了 没悬念 甚至把药和子弹都丢没了 真够肥的 而这才几分钟啊 十几分钟太快了吧 再来一把不就行了 反正很快 毕竟伤害爆炸的喷子 打起来很简单 怎么又是紫光啊 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不是吧你 这也敢来 看不起喷子是吧 以为这种距离很远吗 我会打你不疼吗 这下知道错了吧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来钢六甲 背包也行 不要白不要 还是小地形比较适合我 早点进辐射区是对的 等等 是脚步 里面有人 这种位置的话 他没有任何理由打得过我 啊 心这么大 玩得很好 下次别这么玩了 这不就是缘分吗 又来一把 双盆 谁说这游戏真实来着 真实的话 我不可以一手拿喷子 随便喷吗 有情况 以为我不知道 太天真了 还不赶紧拿来 过妥的大残 这火鼠就是把我自己封住了 好吧 这边拦截 看他还有什么能耐 好啊 燃烧瓶封路是吧 行 算你捡活一条命 等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他 跑上面去 我就不炸你了 打他 这人开始不跟我打正面了 我就不炸你了 应该差不多呀 怎么回事 一个还没打完呢 又来一个 我真是太忙了 都很天啊 两个人 有 sympa